雨季出了自驾游 上个厕所 都得看天气 兄弟们 这边今天下的雨挺大 现在是早上8点半了 这个现在是不是 全国都在下雨 现在这个7月份 好像算是连雨天了 防汛期了 但是我现在走的这个路段 兄弟们 331不如我来时候走了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从哈尔滨那边走 结果我的意外是 从童话就直接去长春了 然后想着是 回来的时候 走331再欣赏 这没想到快进8月份了 连雨天 我看到刷到视频 好多地方 331路段 就是吉林白山那一块 那都塌方了 走不了了 然后我现在绕路吧 也绕不了 一绕还得绕回原路 还从哈尔滨走啊 那倒行 我倒不死心 这段331没走完 所以 给这住两天 住两天之后 等 等看看前方的消息 通话那边是什么情况了 然后再决定 走的速度快慢 我河地那边 它雨 它也不能一直下呀 等它雨小了 那个塌方的地方 都疏通了 我再往前走 是不是 不然现在 我不敢走 搁这住两天吧 这厕所关没关门啊 关门我就白跑来了 我靠我靠我靠 我靠 哎 没关门 这可啥 你不是说雨小了吗 我看天气报 我才来的 跑回去吧 跑回去 等没头了 这可没头 现在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在 吉林通话 还有白山 那方向住的兄弟姐妹们 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关键 我现在走的是331 必须得走那里 除非我再绕回去 哈尔滨 或者长城方向 那我走啊 那路我不想走了 所以就等那边雨小了 我给这再走吧 请你们指点指点我 那边说水位下了 路通了 你们告诉我 我得走 不然那边杀路太多了 这个雨天走杀路 估计啊 哪里都一样 都不好走 现在回车里坐着吃的吧 吃的啥呀 我看我车里还能翻个什么 就吃什么 刮面 我买了好多刮面 看看我这个小胡同 好安静啊 好安静好漂亮的一个小胡同 雨天在车里吃点东西 你们不得说很温馨吗 但是他也遭对呀 兄弟们 呀 锁住呢 给我这鸡蛋拿出来 鸡蛋拿出来 咱们下点面条 是不是 我还买了一个老干妈 这就吃面条 能吃多少天 就嘎嘎吃吧 还有洋葱 方便面 就放里边吧 等着下车了 还有 这个 咸菜 榨菜 榨菜 还有啥 再拿两个盆 还有一个甘蓝 这些菜够吃了 电饭锅我是不能用的 我怕电用光了 这个就不拿了 用光了就玩犊子了 这盆着拿着就 关上 回车里 做饭 本想吧 做点面条 又不爱做 早餐就先这么对付对付 然后一会儿 再饿的时候 再煮面条 我先用老干妈 把这个馒头给他吃掉 是不是个好办法 兄弟们 老干妈呢 昨天满的 有点上面粘了 还有橄榄菜 老干妈 橄榄菜 我今天也属于俩菜 这是橄榄菜 这是什么做的 不知道 好香啊 老干妈 配上一个馒头 找饭就这么奢侈 两个菜 今天没打算去找一个洗澡的地方 但是外边现在下着雨呢 我只能说等雨小了 再找吧 外边街上基本没什么人 也没有谁问呢 下午可能雨晴 下午去洗澡 兄弟们刚刚问这个大哥 他说 这个地方太小了 有几家找堂子都黄了 现在都在家里洗澡 不赚钱都关门了 仇人 身上黏黏乎乎的 要忍一忍吧 也是的 这个车真的不是很大 你看这马上 这两天走两步就到头了 大哥人也很实在 村子太小了 呵呵呵 但这个村子小是小 但是挺干净整洁 干净又整洁多多多好啊 这就是跟那个什么 城里那个 一个小区大小差不多的一个村子 呵呵 不是很大 你看 横速就三公里 从春冬头 走到春西头 一共三公里 呵呵呵 这个春日虽然小 但是感觉 条件非常好 有三个公园 两个公园 一个广场 活动中心还挺多的 然后 这个 道路两边 这个树荫还挺多 感觉在这个村子 住下来好幸福啊 它这个小区也不是封闭的 随便进出的那种 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基本是参观完毕了 走路 从东头走到西头 三公里 三公里 要是快点走的话 哎呀 三公里 三公里 十五分钟能走完吗 兄弟们 差不多哈 嗯 不走了 我要回去了 那就走道头 走道头也没用啊 都没有找糖的啊 那大哥都说了 哎呀 不着了 这天又阴了 一会儿再哀嚼 以后 等再赶路的时候 能够找到公厕 再洗吧 我特别喜欢我这个 小角落 特别安静 这外面 雨是不下了 但是刮风呢 我在车里做饭 热 在外面做饭 风还特大 这连续阴天 看看这车里 有多潮 看看这车窮 看 这里有多潮 没办法呀 等天好的时候 咱们晾一晾 太潮了 炭水 这一天 尽力 咱们晾一晴 咱们晾一晴 铅 能晾一晴 做饭